首先我们这里就是 这个数就 有这么去划分 其实 其实这整个一个数一开始就是一个node 就是 呃 这个大的大的数就是一个root 对一个root 然后下面他会在 就是像 把它 像这样切割成四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这边是不是都是1 那么如果他都是1的话呢 呃就说明 呃 我们这里面是一个lift 对 主要他 主要他那个被切割之后里面的元素都是一样的话 我们可以确认他这个是lift 他的lift就是去 就是去 那么如果这个呃 你们那个值都是1的话 那么这个value就是 就是也是去 好 那么看下一个 好 那那这个呢 那么其实这个他他里面值也是都是一样的 那么说明这个lift 但是他里面值是0 也是去 但是他里面值是0 说明他这个value 他不是去 而是false 因为他里面的那个值都是0嘛 OK 对就这就这样子 然后 然后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要研究的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因为他里面所包含的值不一样 然后这个因为他里面所包含的值不一样 所以这里面必须要再划分一次 就是成为这样子 对 那换完一次呢 就现在我们就得到4块 然后我们4块的话就又就又重新来算 那么这一块的话 呃 他的那个 4个4个点 都是一样的 所以 这里呢 就是那个lift 就又是去 这个也是去 对 这个里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这4个呢 就变成了叶子 就都是 呃 就变成一块了 呃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 呃 这个地方 他变成了叶子 他这个叶子是去 然后但是他的value是什么呢 他这个value是0 也就是force 对然后 这个就大概 就是 就这个题目的意思 然后 呃 然后我们就是需要 返回一个 对 就是 就返回的时候是按照这么去分的 就比如首先我们也是有个 呃 跟节点 这个 对 这个root 这个跟节点去代表就是这个整个大的 就是一开始 一个大块 然后那个跟节点然后就会再 像这么去分 就变就分成 4块 1234 然后这4块就是 1234 对 然后 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1是代表这一个 r是呢 就代表这个 3代表这个 4代表这个 那么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 呃 呃 134 是不需要再分的 因为134它里面都是一样的 就直都是一样的 里面那个 元素是一样的 那么其实 这里要 再分的是这个 是第2 第2个节点 因为这第2个节点的话里面就是有不一样 然后这个地方要需要再分 1234 我要再切一道 1234 然后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啊 我们第1个 就是去 它叶子 啊等一下 就它叶子 确实是 它这里确实是叶子 因为里面的元素都是一样的 其实 其实这4个呢 其实这4个 呃都是叶子 因为它里面的元素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 这个它里面都是一 所以这个也是叶子 但是 呃 呃 有个去 就是虽然它们都是叶子 但是里面它们的值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它第2个是false 为什么呢 因为第2个它里面是0 这个0就代表了false 因为这个是value嘛 嗯 嗯 然后我们就 差不多有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 其实 都思路都差不多 首先就是 首先我们也看一看 我们要 这题就是 首先我们也知道 这个定义的node node 这个是题目给的那个 class 那么这个node呢 就会有value 有判断这个叶子是不是节点 然后有 呃左上角 左 呃 左右角 然后 呃 左下角 呃 呃这个是左下角 这个是 呃右下角 呃 然后这里就是 判断它的值 跟是否是叶子 呃 然后这里 呃 然后这里就是 来负它 呃 四个角的值 嗯 嗯 我们就 来先讲 第一个方法 那么第一个方法就是 一上来就是 呃 构建函数 然后就 就 return 就是用 helper 一上来就用 helper 那么这个 helper 就是这个东西 呃 然后 那么这个helper里面就是会给出 呃我们当前检查这个点的坐标 然后再给出这个长度 对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输入了 我们就先看边界条件 边边条件就是说 一开始我们就检查 呃 呃那个 我们要检 那个第一个点的 值是多少 是否等于0 嗯 就是说如果这个输入是1的话 那那么就是这个结果 那么就 都是量了 因为它不能再反 假如这个矩阵 它就是1 对吧 假如这个矩阵 它就是1 那么它是不能 把拆翻成4块 因为它就只有一个 那像这样的情况下 那就 给now now now 那么这个就是边 那么这个就是边界条件 好 然后我们再 嗯 然后再往下看 然后在这下面的话 一开始我们就是见到这个result 就是new node 然后这个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 算这个 一开始的这个 result result 左 左上角右上角 左下角右下角 对 就一开始我们要算这个东西 那么一开始其实是都是用help去degrade 就是 全都是help导 那么为什么这里 我们 放上去了 嗯 我放上去的都是会有grade 对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原始的那个矩阵来来查找数 查找他的数据 查找他的数据 和他的 和他的 对 那么那么这个坐标呢 那么这个坐标呢 其实就是讲的 嗯 去每一个 切成四块的那个 要开始检查那个点 那当然我们切完之后呢 那个长度那都是 对 长度的 二分之一 对 嗯 好 那像这样的话 其实 我们 其实我们一开始 就是去调用这个help导数的话 就输入了就是grid 就是那个输入了 然后一开始就是从 最左边 最上面的那个点开始检查 然后就是长度 就是减了grid的length 这个length有多长 对 然后 当时他递归之后就变成了 这个length 对 递归之后就变成了 length的二分之一 好 再往下走 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都求到了 当我们都求到了那个 四个角的一个状况 那个node 那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四个 那个四个node 来判断 是否都是叶子 对 然后再判断 判断的 这个四个node的值 是不是都是相等的 那么如果他们 都是叶子 都是相等的话 那么说明 这 这个我们检查的当前这个 也是 叶子 那么值就是 当前 当前这个值 那么如果不是呢 就假如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检查东西 检查这个矩阵 那么切成四块之后呢 那四个东西并不都是叶子 那么就去到了else这个 这个情况下 那如果 如果都不是叶子的话 那就 对那就只能就把各个叶子的值 付给各个叶子的值付给那个切块那个 那块的那个node 那么这个时候还需要付给他们value吗 就是还需要去compare那个value吗 那么其实就不需要了 因为它它都不是个叶子就自然就没有value了 那么这个就是第1个方法 我们现在看第2个方法 第2个方法其实 都差不多 理论都差不多 都是切割 然后 一上来也是 construct函数 准函数 然后再也是用了 build这个 hephansu 那么这个hephansu一上来就是 要检查这个 最大的node的 最左上角的一个node 然后 再写上它那个最 右下角 看一下 对这个就是最右下角的一个 一个点 这个最左上角的一个点 然后这个就是输入的那个 矩阵 那么好 那么进到那个bhansu 那么当然 对这个就是坐标1 就是 就是左上角的点 就是右下角的点 那么就这个边界条件 好 那么就当然我们就有初始化这个东西当作 判断它是不是叶子 然后同时拿到当前的那个值 那么当前这个值呢 当前这个值 其实就是 他这个值 对 坐标的值 那么 嗯 对其实这也不是 细分啊 呃 全部检查 看是否 呃 各个 Cell的 Value 是 一样的 对 那么如果它不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里 循环一下如果就这个东西 所以 就假如我们看到有一个value跟之前的value不一样 那么呢 就 就说明它不是叶子 好 那么这就判断它是不是叶子 那如果是叶子的话 那就是整个一个node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大矩阵 这个原始矩阵 那么 比如说全都是1 那么它 它其实就是就就变成了一个大大叶子 那如果不是的 对 这个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如果都是一 都是一样的话 那么如果不是呢 啊 那么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就开始啊 就就开始去切豆腐 比如说这个是输入的矩阵 就比如说这个输入矩阵 那么假如它里面元素的不相等 那那么就开始去 切一半 对 就是 深度切一半 然后 宽度切一半 就这样 就找到那个 那个 middle值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返回这个node 你们先 当前的 大node 就那当然就是 对 都是错的 就是 就是 都不是叶子 但是值也是force 对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就就就一个一个去遍逆找到那个 四个角的值 嗯 那么这个意思 这些 题目体解 那么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要两个儿 而且 现在就像这个银子 就像这个银子 来到这些资料 我们就像这样子